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 我的父亲弟生四个 并且我还有四个姑姑 我的大姑嫁得不远 她离我们家有十几里地 大姑父的家里很穷 在我的印象里面 大姑家一直都住了几间这瓦房 那几间这瓦房 还是大姑的公共改的 自从大姑结婚之后 生下来了三段儿子 就再也没有钱盖房子了 后来 婆婆又生了病 而姑父也没有好工作 自从三段儿子出生之后 姑父的身体一直也不好 所以 大姑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就很苦 我另外的三段姑姑 都比大姑长得漂亮 二姑嫁到了镇子上面 她把三姑也介绍到了镇子上面 二姑和三姑的生活过得很幸福 小姑长得最漂亮 她嫁到了市里 因为大姑住得静 而大姑也很孝顺 所以 在平时的生活中 大姑就经常来奶奶家里 大姑个子不高 长得有点黑 她不善言辞 有时候大姑给我们带两颗白菜 有时候大姑还得奶奶送几个鸡蛋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每年初二那天 我的另外三位姑姑都会托儿带你的来奶奶家里走亲戚 她们都会带许多礼物 并且还会去我的几位伯伯家里走亲戚 三位姑姑还会丢我们发腰学前 只有大姑每年春节都不来我家走亲戚 因为我的父亲是小儿子 所以 我们一家人和奶奶住在一个院子里面 看到这些之后 我的心里十分疑惑 大姑离我们家里最近了 她为什么不来我们家里走亲戚 大姑和另外三度姑姑的关系也很好 每年初二回娘家的时候 姐妹四个可以团聚一下 好好地说说心里话 大姑怎么不来呢 因为那些年 家里很穷 我们有时候连任一年也吃不到几次肉 就等了过年的时候 吃一些好吃的 特别是初二那天 三位姑姑回娘家的时候 她们带回来一些好吃的 并且我的父母还会做一些好吃的 全家人太太心心地坐在一起吃一顿饭 就是缺少了大姑 每次吃完午饭之后 三位姑姑都会去大姑的家里走亲戚 但是 三位姑姑去大姑家里的时候 她们从来都不带自己的孩子们 都是姐妹三的人 骑着自行车去大姑家里 每年过了初二之后 我的父亲弟兄四个都会去大姑家里走亲戚 他们兄弟几个也不带孩子 并且他们也不在大姑家里吃饭 都是急匆匆地拿着礼物 去大姑家里一趟之后 很快就回来了 每年过了初五之后 我都会好奇地问父亲 爸爸 平时大姑经常来我们家 他最勤快了 为什么春节的时候 大姑不来我们家里走亲戚 大姑是不是生病了 父亲听到这些话之后 他都是低下了头 默不作声 我六岁那年大年初四 父亲带着我和弟弟 去乙乃家里走亲戚 因为去乙乃家里 要经过镇子上面 记得那天 父亲骑着自行车 前面带着弟弟 后边带着我 当我们路过镇子上 卖水果的摊位的时候 忽然 我发现有一个熟悉的人影 他站在一辆架子车前面 正在削甘蔗 他在前面没了两位顾客 正在买甘蔗 那位卖甘蔗的妇女 正是大姑 看到大姑之后 我急忙拉着父亲的衣服 大声地对他说道 爸爸 我看到大姑了 大姑正在卖甘蔗 你赶紧停下车 我要去大姑那里 她平时对我很好的 然而 就算是我大声地提醒着父亲 父亲还是头也不回地 骑着自行车走了 他就像没有听到 我说的话一样 更没有看到大姑 看到这些之后 我也很无奈 我的声音已经够大 并且还拉了父亲的衣服 父亲为什么还不停自行车呢 我平时也没有吃过甘蔗 我如果停到了大姑的摊位前面 大姑说明就会给我一根甘蔗 记得那天 我一直在自行车后边嚷嚷着 父亲出了阵子之后 他再停下了自行车 让我从自行车上下来 小声地对我说道 亚梅 你大姑家里有三个学生 她好不容易去市里 拉了一些甘蔗 现在生意不好做 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 以后遇到大姑卖东西了 尽量不要去大姑的摊位前面 听到父亲说的这些话 又看到父亲严肃的表情 我只能点了点头 因为我那年只有六岁 还是一个孩子 根本就不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 那年过了元宵节之后 大姑来我们家里走亲戚了 她给我们带了两颗甘蔗 那两颗甘蔗 看来已经成了褐色 定解还有一点皱 一看就是大姑卖剩下的甘蔗 但是大姑把那两颗甘蔗削了皮之后 我和弟弟感觉特别好吃 记得我八岁那年初冬 天气特别冷 那年双降的时候 就刮起了寒风 地里的红薯叶子都冻成了褐色 那年因为天气干旱 红薯的收成也不好 父亲和母亲在地里刨了两天红薯 才刨了两架子车红薯 现在我们觉得 两架子车红薯已经很多了 但是在那些年 我们家里也没有什么吃的 全家人全年都是吃玉米面 摸窝头和红薯 一年红薯半年凉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那年红薯收完之后 天气也越来越冷 有一个星期天的上午 我和父亲一起去赶集 因为集市离我们村子有十几里地 父亲骑着自行车带着我 两边都是田地 路两边的红薯地里 已经没有红薯了 偶尔只留下一片干的红薯糖 在风中呼呼拉拉地响着 忽然父亲从自行车上下来了 他皱着眉头向着远处望去 我顺着父亲的眼光看去 发现在地里面 有两个瘦小的身影在忙碌着 他们手里拿着耙子 好像在刨红薯 看到这些之后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 因为平时地里面的红薯刨完之后 主人家的地里面 就会有遗漏的红薯 毕竟主人也不可能 把红薯刨得很干净 就会有人在地里面 继续翻地刨红薯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也不是我们家的红薯地 这两个人在地里面刨红薯 父亲为什么要把车子停下来 那天 我跟那父亲 顺一脚前一脚地 走到了那两个人营附近 等到了跟前之后 我才发现那两个人营 竟然是大姑家的大表哥和二岛哥 大表哥那年16岁上高中 二表哥14岁上初中 两位表哥看到我们之后 先是惊喜 随后他们两个人的脸 一下子就红了 小舅 你带着压梅准备去什么地方 大表哥小声地问父亲 我仔细地看看大表哥和二岛哥 他们两个人动得瑟瑟发抖 手上到处都是被风吹的口子 手指头缝里面都是土 他们的头发被风吹得很乱 穿得单薄的衣服 因为太冷了 他们都流着鼻涕 在两位表哥的脚下 放了一个口袋 在口袋旁边 有四个红薯 那四个红薯看得不大 其中一个是换红薯 另外两个红薯可能是挖断了 只有半个 还有一个很小的红薯 智杰 智伟 你们两个人是学生 特别是智杰 你已经上高中嘛 好不容易过一个星期天 为什么不在家里学习 还要耽误着时间 到地里面挖红薯 父亲皱着眉头说道 小舅主要是经验 家里红薯的收成不好 我们家的红薯不够吃 我们村的附近的红薯 已经没有了 因为大家已经挖好几遍 我们两个人想得多跑一段路 来这里的红薯的看待 想不到从早上挖到现在 只挖了一点红薯 大表哥低着头 小声地说道 你们赶紧回家吧 这么冷的天 一上午也挖不了几个红薯 还不如回家复习功课 父亲皱着眉头说道 小舅 那我们走了 大表哥一边说着 一边捡起来了地上的四个红薯 其中还有那个坏了一半的红薯 这个红薯已经坏了 这么远的路 你们就不要背着回去了 父亲小心翼翼地对大表哥说道 小舅 这个红薯只是坏了一半 我们回家消掉一些 吃着也不耽误时 大表哥并没有听父亲的话 他把那个坏红薯 也放到了口袋里面 那天 看着染为表哥离去的背影 父亲站了很久 中午 回到了家里之后 父亲就和母亲商量了一下 他们准备给大姑家里 拉一车红薯 因为我们家里的红薯虽然不多 但是 那年家里还有几袋子玉米 全家人能吃到第二年麦子下来的时候 下午 父亲拉了架子车 母亲在后边推着 两个人得大姑家里 送去了一车红薯 因为我们家里也很穷 停时炒菜的时候 母亲一直都舍不得放油 记得我小的时候 家里有一个小油壶 那个油壶只能装一斤油 如果放到现在 家里每天都炒菜 那壶油很快就吃完了 但是 我们小的时候 那一壶油能吃很长时间 有时候半年也吃不完 因为母亲大部分的时候都不炒菜 她做面条的时候 都是直接把菜放到面条里面 就算是母亲偶尔炒菜的时候 她也是从油壶里面 拿出来一小块布 那块布 因为一直在油壶里面泡着 上面都是油 母亲快速地用布在锅底擦一下 就把布油放到了油壶里面 随后就开始炒菜 那些年 母亲大部分都是炒一些萝卜或者白菜 因为油太少了 萝卜很快就沾到了锅底 母亲就开始往炒菜锅里面添水 炒菜就变成了食主菜 上面漂一点油 那年冬天 父亲去镇子上面的鞋场上班 等到春节前夕 父亲发了工资之后 就买了八斤油 他把那八斤油分成两个壶 一个壶里面装了三斤 一个壶里面装了五斤油 父亲提着两壶油没有回家 他先去了大姑家里 把五斤油油在了大姑家里 大姐家里有三个孩子 这三个孩子都是正在长身体的时候 他们吃的也多 咱们的孩子小 吃的少 所以说 咱们在生活中要多帮帮大姐 这是父亲一直和母亲说的话 随着时间推移 我也慢慢地长大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也慢慢地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 每年初二那天 大姑依然不来我们家里走亲戚 过年的那些天 我们从来也见不到大姑 只是过完了春节 每年正月二十左右 大姑就开始来我家走亲戚 大姑每次来看奶奶 她都会带四份礼物 因为还有我的几位伯伯家的礼物 并且 大姑每次来我家走亲戚 她从来也不在星期六 或者星期天的时候来走亲戚 她每次走亲戚的时候 我们都在学校上课 她都是上午来走亲戚 放下礼物之后 大姑就急匆匆地走了 她说 还要去另外三位姑家里走亲戚 因为我们都在学校上课 所以 就算是大姑来走亲戚 我们根本就见不到大姑 大姑也从来没有给我们发过压岁钱 等到大岛哥考上大学那年 父亲和母亲商量了一下 他们给大姑家里送去了三百人钱 那三百人钱虽然不多 但是 那些年 我们家里也很穷 那三百元 对于我的父母来说 已经尽力了 后来 我的二岛哥也考上了中专 姑父的身体也慢慢地好了起来 大姑开始供两个表哥上学 那些年 大姑家的生活越来越难 但是 大姑和姑父都是干劲十足 他们每天都笑眯眯的 我的父亲和几位伯伯 都在暗暗地帮着大姑一家人 大岛哥大学毕业后 他在外地参加工作 等到那年春节 初二回娘家那天 二姑和姑父 竟然带着两位表哥和一位表弟 来我们家走亲戚了 姑父蹬着三轮车 给我的几位伯伯和三位姑姑 都带了礼物 看到这些之后 我一下子就愣住了 每年出来的时候 大姑从来也不来走亲戚 今年她怎么来走亲戚了 正当我愣着的时候 大姑把我和弟弟拉到了一边 她从口袋里面 拿出来了厚厚的一摞子十人钱 给我和弟弟每个人都发了 五十人压岁钱 看到那么多的钱 我有点不敢接了 因为我小的时候 长辈都是给我们 发一元钱压岁钱 随着年龄的增长 那年我上高中 长辈们只给我发十人 或者二十人压岁钱 大姑怎么给我们 发五十人压岁钱 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亚梅 亚强 这些压岁钱 你们一定要收下 那些年 大姑一直欠着你们的压岁钱 我的心里一直过意不去 从今年开始 大姑每年都给你们发压岁钱 大姑收到这里的时候 她的眼眶已经湿润了 大姐 你给他们两个人 发十元钱就行了 现在的钱也不好挣 不要给他们发那么多 父亲不知道 什么时候 埋到了大姑的身边 那些年 我的生活一直很苦 我春节的时候 因为买不起礼物 不想来走亲戚 只有等到过了元宵节之后 我们家里收到礼物了 才能调换的来走亲戚 我更不敢见孩子们 因为我没有钱 当孩子们来到我面前 叫我大姑的时候 我没有压碎钱给他们 但是 经过大家的帮助 我现在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我的两个儿子都参加了工作 他们每个月都能挣不少的钱 现在只剩下小儿子了 我也没有什么负担了 我现在的生活过得比你们好 但我来帮助你们呢 大姑说到这里的时候 她已经泪如雨下了 听到大姑说的这些话之后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湿润了 我总算是理解了大姑的良苦用心 因为我的父亲地生四个 大姑走一趟亲戚也不容易 她买不起礼物 更没有钱给我们发压岁钱 所以 她每年过了元宵节 才来走亲戚 从那年开始 每年初二那天 大姑一家人都会来我家里团聚 我们家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而我的两位表哥只要回来看大姑 他们都会拿着礼物来我家里 看我的父母和奶奶 随着时间推移 大姑和我的父母都老了 我只要回老家看父母 都会去看大姑 爱出者爱返 浮亡者浮来 我知道血浓雨水的亲情 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亲情比什么都重要 当我们的亲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应该互相帮助 互相扶持 只有这样 我们的生活才能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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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